要做的是蛛式熟练 蛛式熟练的话 我们有看到两条的仿皮绳 因为我要做示范的关系 可能各位看到的是黑色 我现在手上是用白色比较明显 然后还有一条预线是做结尾的动作 首先我们这两条仿皮绳的部分 先做对折 然后中间因为我们的主角是这一颗保罗 那就穿过去 这个保罗的部分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线 仿皮绳的部分对折之后 就穿过这个保罗 然后另外一条也是 这个我先穿 放到尾巴就比较不好穿的位置好了 这样拉过来 然后这样套过去 这有一个耳朵了嘛 就把这两条线套过去 拉起来 因为这个保罗的缝 它比较窄一点 所以可能会比较大 然后再拉一下 好 这边就固定好了 然后接下来的另外一边 也是要对折 穿过去 穿过这个泡穿过去 从下午上 这边穿过去 然后再拉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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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不太好穿的话 其实可以用一些 補助的东西来 放它 OK 好 接下来就 也是一样 从耳朵这边 穿过去 改线 拉起 好的 拉紧了 两边拉紧了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然后我们这边有两颗 骨珠 骨银的骨珠 然后一样穿过去 可以装饰 我们的这个保罗的两侧 可以凸显出这个保罗 它的主角的特性 好 接下来呢 就可以开始来 穿猪猪了 那如果说今天小朋友 他们 呃 比较容易会脱落的话 我们其实会建议说 先做一个 结 暂时性的 松松的 一个单结 先让它不会脱落 或者是说叫它晚一点 一边穿完再穿另外一边 也可以 好 那我们按照那个 我们的示范 我们是先用红色的珠子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有可能是我们在穿珠子的 慢慢的好 因为我们毕竟这个仿地绳的部分 它是粘质的 所以它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有可能它会拍花 那如果说我们要避免这个问题的话 它就是说 我们用剪刀去把它剪 剪斜 剪斜的 那用浇水 稍微把它 强化一下它的末端 让它干 那它就可以比较 呃 强 比较牢 比较强 然后 你在穿这些珠子 穿这些小孔的时候 会比较好穿 它就不容易开花了 好 那我们差不多在红珠子 穿到第五颗 或是第六颗的地方 就开始要换颜色了 珠子有些洞可能会比较小一点 好 那我们就要挑了 那一般我们这个会给稍微多一点 所以应该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 那两边都已经穿好了 好 按照我们自己手的大小 差不多的这个长度 位置都穿完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做结尾了 结尾部分的话 我们就把它这样子 两条线双双的 把它 这样固定住 那还有一个方式 我们让这个珠子比较不会跑的话 我们就先打一个 单圈结 就用我的食指 扣一个圈圈 然后 把 这个两头 拉出来 收起来 尽量做到肌肉 尽量做到肌肉 另外一边也是 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把它对 这样子左右 长上下 互相交错 然后 然后 把我们的这个五色浴线 放在它的下面 这四条线下面 以后 先打一个结 然后平均 放在这中间 然后两个结 然后这两条线先固定好 固定好之后 把这个结收到背面去 就过来 那我们就有介绍那个 我们有介绍平结的打法 那平结打法就是 左线跟右线 左线从下面 绕 压右线 右线 就从上面 穿过 左线刚才 形成的一个耳朵 这样子 穿过去 拉紧 拉紧 好 刚才左线 是在下面 现在左线的部分 就要往上面 或者是往下面 都可以 这两种方式 但是必须要移上一下 假设说我现在 左线还是往下面 一样 压过 右线 右线从上面 这个耳朵里面 钻出来 那我们就重复一样的动作 这就是 单边平结 一样 左下 压 右上 然后耳朵 拉出来 一直重复一样的手法 这就是我在介绍 那个纸张上面介绍的 这个结的边法 一直重复一样的动作 左下 压 右线 然后右线 从上方 耳朵拉出来 耳朵拉出来 我们这样重复大概差不多 六七个结之后 就可以 结束了 不用拉得太长 不用打得太长 这个目的是为了 要让这两条线能够活动 然后也可以做固定的动作 好 这边差不多了 就把这两条线 大概有 0.2厘米 差不多0.2公分 0.1到0.6公分的地方 这个长度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用打火机 把这个结尾 烧起来 那它就不会脱落了 接下来我们就在后面做结尾 这么说 我们就是 黑 黄 红 这样子依序 两侧 因为有四条线 所以我们就是 黑 黄 红 这样拍脸 你其实也可以自由搭配 就直接把脸 然后就把它 放过去 然后就把肉压抹 這個就完成了 我後面找它削剪掉 削剪掉 削剪好了 好 現在這樣子就已經完成了 可以戴戴看 有點緊 這個比較小 這邊就可以做伸出囉 可以按照每個人的那個伸 你喜歡的鬆緊 這樣子 要鑽頭 whichever 所以呢 那